太難了 如果不早就有 就會接 就會撐 就會撐 接不接再說 但有了一定撐 我以前都是一個 對自己不太有自信的人 但這八個月休息完之後 我覺得我對自己 覺得自己好像還滿不錯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原來我已經可以把自己照顧好 還可以照顧別人了 那我不知道 我後來再開始出來工作 就 以前的一些小問題 都不是問題了 我很喜歡很喜歡狗 從小家裡咬了無數隻狗 但這一隻狗 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我第一隻養在身邊的 就是可以睡在一起的狗 真的很像爸爸一樣 會教牠很多事情 然後一直跟牠講話 其實非常黏 走到哪裡黏到哪裡 米克斯超級調皮 家裡所有可以被咬慢的東西 這個已經被咬慢了 剛帶回家裡面的時候 牠不懂 我的整個家裡面 第一天牠就各個角落 大概上了二十三十泡尿吧 就瘋了才領養回來 第一天我就已經在沙發上 眼神已經發直 最扯的就是牠幫我換了一台 掃地機器人 不是我沒注意 我不曉得我沒有經驗 牠上廁所 然後掃地機器人是運作的 然後我剛好去做一些事情 回來之後就 牠就浪延了整個家裡這樣 很妙 對 我一出來就傻眼 Oh no 然後就那個掃地機器人 就功成身退 我也不想洗牠了 哇 三十五小時啦 就每天回家都有驚喜啊 巧克力的那個 熱可可的那個 那個 小包裝 回到家他也全部咬爛撒在地上 我知道啊 因為怎麼樣 後來想說 算了米特斯啊 應該蠻強壯的這樣 台灣圖國米特斯 就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堅韌不拔 對 沒什麼小毛病 是最棒的狗狗 他的口水配上巧克力粉 然後全家都是巧克力 就是凝固的這樣子 哇 所以我就 上禮拜買了蒸氣拖把 很開心 有 我又認養了一隻 不過養在我泰山老家 對 是養在外面 所以 一公一母 對 然後他們兩個都結紮了 他們是男女朋友 我覺得 他沒得選 他沒得選擇 所以就一個禮拜 我會固定一天帶回去 讓他們 玩個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一起也會 對 真的太像了 我以前都一直覺得 我會是很嚴格的爸爸 那養了狗之後 我發現我以後可能是會 溺愛小孩 對不對 對 什麼意思 這太難了吧 小孩子不是說生就生 能生就生 這太難了 嗯 然後 就會生 就會生 擠不擠在說 但有了一定生 對啊 一個生命 不開玩笑的 一定生 對 生了就 就通知你們 對 對 我是有可能的 對啊 我知道我 從好多年前就一直被提醒了 我們是會演到餐廳 一定要比 對 拍三項 比較高一點 好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爺 這也是Raw 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當天 特別準備神秘的餐點 11月7號 台北101 水舞廣場見 水舞廣場見 洪詠是